日子你要一天一天地过 王开玲 北京台有档周波节目叫七日 其广告词这么说 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一个七日 我也做电视媒体 按同行眼光 这句话堪称神来之笔 既行云流水勾勒了百姓过日子 又将岁月和节目画了等号 自恋了一把 可我老觉得哪儿不对 似乎某根神经被偷咬了一口 后恍然大悟 他在光阴上的计量单位 那个七日刺疼了我 他等于是在说 人生即一周加一周加一周 这尺码太大 太粗放了 他把生命密度给大大冲淡 稀释了 若央视春晚给自己打广告 会不会说成生活就是一个春晚加一个春晚呢 如此生命换算和记忆刻度 简直恐怖 地铁 地铁 胡听一女孩感慨 你说哎 日子真快 眨眼又过年了 不就看了几部剧 听了几首歌吗 我夏天裙子还忘了穿呢 是啊 我们对光阴的印象 愈发模糊 时间消费上 所用尺码也越来越大 日变成了周 周变成了月 月变成了年 日子不再一天一天地过 而是捆成大包小包 甩手即一周一跃 打个比方 从前是步枪瞄准 现在则向冲锋枪 突突一梭子 点射便扫射 准心成废物 一把尺子 毫米起笑了 只剩公分 今天几号啊 这声音无处不在 我自己也常想不起日子 甚至误差大的惊人 那天我积一份文稿 末了数日期 竟将2009 落成了2007 我明白 这不是比误 是新误 时间的粗话 意味着人生的恍惚 知觉的紊乱 谁还记得时间本来的模样 最朴素的生命知觉 最正常的光阴感应 如何获得呢 或许人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生物 这个身份和公鸡 没什么两样 我一直觉得 既然生命乃自然富裕 光阴也源于自然进度 那么一个人 要想持有清晰 纯粹的时间印象 即必须回到大自然 到这位天时的缔造者 和发布者那儿去领取 我们要靠冰的融化 草根的发芽 枝条的变软 来感知造春 要凭荷糖蛙生 林间蝉鸣 旷野萤火 来记忆盛夏 我们的眼帘中 要有落幕萧萧 和红艳南飞 要有白雪矮矮 和滴水成冰 最伟大的钟表 舞在农人怀里 大自然的时间宪章 万余年来 一直倦刻在厨坝上 离刃上 连柄上 立春 古语 小马 芒重 寒露 冬至 光阴哲学上 农夫是世人的导师 乃最安天时 最解物语之人 错过节气 即意味着饥荒 颗粒无收 时间恍惚 人的神思 即陷入昏昏噩噩 我们沉浸于 街道 橱窗 商场 文件 电脑 唯独对大自然 这位策划光阴 分配光阴的神 视而不见 我们忘了 生物本分和血液里的众生 像个陶学者 错过神的讲座和教诲 也错过了赐语 看日期 不能看表盘和数字 要去看户外 看大自然 他以神的表情和语言 告诉你 晨昏 时辰 节气 和四季 大自然 从不重复 每天都是新的 每秒都是新的 细细体察 接受他的沐浴 每天的你 即会自动更新 身心清澈 像婴儿 牢记一条 我们是生物 首先是生物 这点上 人和一只鸡 一匹马 无声区别 若生物时间丢了 即丢了大地和双足 日子需一天一天地过 如此才知石 知碎 知天命 时间危机 即人生危机 没什么比卧颈光阴 更重要 有天忽然想起 儿时的日历本 即365页的那种私历 一天一夜 平日乃黑色 周末为红绿 除公历日期 还有农历节气 记得每逢岁末 父亲总要去新华书店 买本新力回来 用纸牌固定后挂墙上 早晨 父亲投建事 即更新日历 他从不死 而是用铁夹子将就业翻上去 所以一年下来 还是厚厚一本 我最喜红绿两页 不仅颜色漂亮 更意味着可霸穴了 许多年了 我未见这种老力 总是豪华的挂力和台力 本以为它消失了 可去年逛场店庙会 我竟然遇上了 兴奋至极 从此 我恢复了用老力的习惯 和父亲一样 我也舍不得撕它 只是一页页的饭 和父亲一样 这也是我每天起床后的 第一道功课 像精神上的广播操 那感觉很神奇 端详它 就像注视一个婴儿 欣赏一片刚出生的树叶 一夜夜的迎接 一夜夜的告别 日子变得清晰 风雨 舒缓 它还每天提醒你 户外 遥远的大自然 正发生着什么 雨水 金褶 白露 夏至 霜降 秋风 小雪 我又恢复了天时的感觉 光阴 寸寸 缕缕缕的感觉 日子 一天一天 数着过的感觉 生活 不再是条糙的麻绳 而是一串 不紧不慢 心中有树的佛珠 老日丽 是我保卫生活的工具之一 你不妨也试试 你不妨也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